主席,各位官员,还有委员同事,媒体朋友,大家早安 我们官辉的10月呢,同时也是粉红乳癌防治月 所以今天让我们借由这个机会关心我们全国的妇女同胞 乳癌是台湾女性发生率第一名,死亡率第二名的癌症 每年有一万多诊断的案例 平均呢,每天全台有31位被告知诊断出乳癌 也就代表有31个不知所措接到二号的家庭 并且有7.7位女性每天因为乳癌而过世 而乳癌其中有一种三阴性更是癌友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大魔王 占我们所有乳癌的比例12到15% 好发在年轻的女性,同时还有高复发率、高转移率、高死亡率这样子的特性 它可以存活的关键呢,在于是否发生转移 一旦转移到重要的器官,就会使存活率大大的降低 前几天我出席一场乳癌防治的活动 就遇到年仅29岁的年轻女生 过去健检从来没有看到过红字,也没有家庭病史的健康宝宝 却在某一天摸到左侧乳房有硬块 后续接受各种检查 才发现已经罹患了早期高风险的三阴性乳癌 然而,对于这名女孩,知道罹患乳癌并非最痛苦的事 而是整个治疗过程和巨额的费用 首先呢,她必须扛起数百万的自费 新一代药物 两年的治疗期间,医疗手术费用就超过500万元 如果她没有持续的抱病在科技业工作 加上家人帮忙,还有商业的保险支援 换做一般人根本难以负担 直接的医疗支出以及间接的经济损失都非常大 虽说三阴性乳癌并非无药可治 但比起我们现在健保给付的其他乳癌 比如早期荷尔蒙阳性,还有喝兔阳性 都有多种药物纳入健保 唯有三阴性乳癌,只给付了化疗药 但现在国际的指引建议还必须加上免疫治疗 且数前数后的辅助治疗等等来降低复发 很遗憾,三阴性虽然占比12到15% 可是它就像乳癌个案的孤儿一样 至今最适宜的疗法都尚未纳入我们的健保给付 所以在这里本席呼吁政府加速弥补这样子的缺口 把完整的化疗并用免疫疗法纳入 我们不要去露接任何一位的乳癌病友 希望落实健康平权,一起翻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